全聚陛下施射一箭 曹操为了试探朝廷百官的人性归属 给汉县帝挖了个大坑 他让承玉去请天子到许田狩猎 汉县帝一听 本能的感觉这不是什么好事 谁知道你是打猎还是打我呢 但曹老板的戏台已经打好了 作为道具的傀儡皇帝 这可由不得你 曹丞相不但请陛下出列 还令朝廷大臣三军将士随驾 他们都盼望着跟随陛下行列 至于陛下所说的龙体欠安 臣敢请陛下三思 曹操骑着高头大麻于天子并驾齐驱 后面跟着十万之众于天子列于许田 不一会儿呼见树林中一只傻袍子窜出 苗边大师流邪 连忙张弓大剑 可一连射了几下 无一不精准地避开了目标 曹操见他这副错样 一把抢过宝雕弓 曹操一剑射出 毫不费力将傻袍子赶翻在地 寻遇从一片欢呼声中回复了神 咱丞相这是严重的陷阅 关羽七的满脸通红 蹭地拔出宝剑 若不是刘备严身制止 当场就要手刃曹贼 刘邪怒火中烧 却也无可奈何 臣奉还陛下的宝雕功 安心留着用吧 谢陛下赐功 曹贼 曹贼 曹操面上很高兴 心里却一点也不爽 刚到家就将天子的宝雕功 随手丢给了徐楚 曹操转头问承宇 刚才狩猎的情形 你看到了吧 来 说一说 在场的大臣有何反应 国舅董承气得满脸痛苦 关于你身手摸剑 不少大臣也是敢怒 还有寻遇 他也长虚短叹 我对他那么信任 那么敬重 他却心向天子 徐田狩猎一番试探 直接释出了三个反对方 董承和刘备还好说 没毛的野鸡飞不远 最让人头疼的是寻遇 如果说曹氏集团是艘大船 那么寻遇及其代表的影川势力就是谁 眼下水载着大船乘风破浪 但水能载舟也能翻船 称帝的事就不要再说了 而除了寻遇 遭受欺辱的汉贤帝 也在积极地谋划反击 汉贤帝深夜召见刘备入宫 可等刘备入宫之后却只见到了董皇后 皇后率先发力 欲出惊人 你是来拉屎的吧 看刘备一脸蒙蔽 董皇后马上补充道 陛下在里间如厕 刘备一脸尴尬 表示自己可以在外等候 不 秦皇叔 也到里间如厕 面对天子的双排邀请 刘备十分不解 董皇后也不多做解释 坚持要刘备紧厕所相谈 刘备不得不匆忙上线 带走到里间果然见天子端坐坑上 刘备一听顿时皱起了鼻子 显然生理上和心理上 他都不好受 现帝屁股也没擦 提起裤子缓缓起身 然后又是一屁股坐到刘备面前 刘备也只能继续远闻其想 现帝红着言叙述着自己的傀儡的一生 从继位起被董卓蹂躏 后来又被李爵锅子来回拉扯 好不容易在国舅董成的帮助下逃离狼窝 没想到又被曹操接近了虎穴 虽然曹操在物质上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 但是他独把曹政当镇的家作镇的主 把政关在这个金丝笼里 写天子领诸侯 而且只要实际一到 他必然篡夺地位 弑君自立啊 汉贤帝口中的曹操名为汉相 实为汉贼 而他跟董卓等人不同的是 他窃果却不留贼名 曹贼窃果 比董卓高明千百倍 昨日行列已足见一斑呢 刘备此刻已经气不成声 他上前拥住汉贤帝 咬着牙流着泪 汉贤帝又是悲愤又是感动 抱着刚认的皇叔大哭一场 如此相拥而起半场 刘备方才婆娑着泪眼走出茅厕 临走之前 董皇后递给他一张手指 让他擦干了眼泪再走 不然定会引起怀疑 并嘱咐下次记得自己带志 刘备心领神会接过手卷 皇后请放心 有机会我会再来陪陛下双牌 放肆 胆敢搜我的身 我砍你的头 汉贤帝深夜传唤刘备至身功如策 两人互闻其响之后 拉得眼睛泪流不止 刘备匆匆离去 可刚走到门口 就遇到了曹操的巡逻大队 外观深夜出宫 一律必须搜身 如果不搜身 丞相也一样会砍了我的头 这是军令 请皇叔体谅 刘备冷静下来 尾部引起怀疑 还是答应了搜身 一番摸索之后 士兵们一无所获 那么问题来了 藏在哪儿了呢 刘备走后 汉贤帝咬破手指 用鲜血捏写了一份天赐诏书 并逢于玉带之中 准备托付给一位忠臣 为了将玉带偷交给董成 刘夕借口祭拜先祖 并将玉带留在了自己的殿子上 董成立刻心领生会 拿起玉带一打量 我去这做工 比我手腕上的大金表 老海要精致 于是赶紧细在腰间 哪儿想办到被曹操撞到 赶紧国舅 把他解下来 让我细细地观赏 董成面无确色 果断将玉带递给曹操 曹操上下一番检查 并没有发现端倪 又见董成衣服 无求所谓的样子 于是便又还了回去 凭借高超的演技 董成躲过了曹操的耳目 真身来到了刘备身边 刘备一边听着董成的口播 一边看着手中的血书 一时气血翻涌 热泪盈眶 因为这不仅是一部天子诏书 更是自己以后号令天下的大旗 另一边 曹操似乎也看出了一些猫腻 这日 刘备正在家中种菜抱金币 忽然许楚张辽 提着大刀到访 刘备吓尿了 简戒补了个状 不容刘备有所准备 虚楚便压着刘备来到丞相府 刚入门 就看到一具新鲜的尸体被抬出 刘备忐忑不安地进入内院 曹操等待许久 开口就是一句网诈 你在家做了一件好大的事 以为我不知道吗 不知丞相所指何事 种菜